真行啊,开网约车被嘲讽,我反手让女乘客交代后视。 你眼睛瞅哪呢?没见过女人啊,变态啊你。 我愣了一下,你是在跟我说话吗? 废话,车里就咱俩,不是和你说我和鬼说呢? 能不能别总拿你那猥琐的眼神看我,实在是想再远。 谁看你了?我是在看后视镜啊,你开没开过车? 你不能看你那边的后视镜吗? 非看我这的啊,自己脑子里有什么肮脏思想,也以为我看不出来,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 此时,后座上正是一位浓装燕抹浑身散发劣质香水气味的女人。 我真是无语了,蛮横无礼的人我见过不少, 像你这么自我感觉良好的,还是头一次见。 哎呦,这是被我说中了呢?都心虚的不敢说话了吧? 你这种小网约司机还想打我主意? 老司机差评系统绑定成功。 哎呦,我逼吗?系统出来了。 宿主每收到一次差评,就能获得相应的成长值。 成长值按照顾客的恨意程度来发放。 成长值可以在系统商城兑换想要的物品。 这段时间,我还真没少看小说, 没想到今天系统将临到我身上了。 我心里顿时大喜,差评系统, 那我岂不是可以摆烂了? 只要有差评我就能获得奖励, 可真是离谱, 不过想想就很爽。 当前账户余额为零, 汽油为矿泉水加一。 汽油为矿泉水? 谁没事喝这玩意? 这是后座的声音再次传来。 我跟你说话呢,嘴巴缝裤脏上瘾了。 我冷着脸,扭头看了一眼, 闭上你那小嘴。 女乘客先是愣了一下, 随即怒喷道。 你是个什么东西, 也敢让我闭嘴。 你知道我是谁吗? 你知道我爹是谁吗? 一个小司机跟我在这白脸。 汽油,车上环境还差。 汽油,安全带脏的跟尿介子一样。 汽油,这么半天连停水车上都没有。 汽油,开这么个货车, 还学人家接单。 汽油,汽油,汽油。 我面色一沉, 直接蒙开油门, 车速也立马飙了起来。 你干嘛开那么快? 你着急投胎别带上我, 还说你这么两句就受不了了。 大佬爷们这么没有格局, 整个人都是差评, 赶紧找个厂商玩吧。 也罢, 我直接将车开到大桥上, 随后我看向他, 递给他一张白纸, 而这个女乘客也有些愣住了。 你, 你干什么? 你不是说我着急投胎吗? 赶紧写一言吧, 再晚一会就没机会了。 你有病啊, 你要干什么? 我没有理他, 只是慢慢拿出汽油味的矿泉水, 浓烈的汽油味顿时在整个车里弥漫开, 真不愧是系统, 就连这矿泉水的包装也跟汽油一个样, 女乘客呛得直咳嗽。 你拍汽油瓶干嘛? 我还是没打理他, 直接将汽油矿泉水撒在车子里, 甚至有不少溅在了女乘客身上, 我故作阴沉的说咱俩领和饭吧, 女乘客瞬间压麻呆住了。 大哥, 我只是随便说了你两句, 不至于这么吊针吧。 我每天开网约车都累死了, 还得天天忍受你们这样的人, 说的话一个比一个难听, 而你今天就是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, 女乘客瞬间慌了。 大哥, 你千万别当回事, 求求你原谅我吧, 我就是嘴尖。 来不及了, 再给你两分钟时间抓紧血一言吧, 说吧, 我拿出打火机, 小火苗的颜色好像是我人生中最后一道光, 领和饭也挺好的, 还能让我们发光发热, 直接省了烧成骨灰的钱, 女乘客也有些许绷不住了。 大哥, 我错, 不是, 爸爸我错了, 我嘴尖, 你千万别冲动, 千万别手抖啊。 我黑黑一笑, 哦, 你拿错了, 我嘴尖, 那你先喊半个小时, 我是傻逼, 爸爸我错了, 能不能今天领和饭全看你喊的质量了, 女乘客眼前闪过希望之光, 拼命喊道, 我是傻逼, 爸爸我错了, 是我嘴尖, 我是傻逼, 爸爸我错了, 是我嘴尖, 我是傻逼, 我是傻逼。 我这个人平时就爱开直播, 刚刚发生的一幕, 观众们也是通通都看到了, 水友们心里顿时一顿酸爽, 奶奶的憋屈了这么半天, 终于疏忽了这种吓透女, 早就该这么对她了, 性格虽然解气了, 但是差评肯定是少不了了。 半个小时后, 爸爸, 你看我喊的行吗? 我戏虐一笑, 好闺女, 喊得真不错, 现在爸爸开心极了, 赶紧滚下车吧, 随即, 我将门锁打开, 女乘客一脸声唱, 赶紧下了车, 高跟鞋都跑掉了一只, 再跑到了一个安全距离后, 立马掏出手机给了差评, 恭喜宿主获得差评, 乘客愤怒值为40, 奖励40点老司机成长值, 恭喜宿主获得评论投诉, 颜值提升150%, 恭喜宿主首次获得差评, 还起新人礼包, 获得兰基伯尼大牛一辆, 好家伙, 兰基伯尼, 这得好几百个W吧, 这系统也太得劲了, 系统兰基伯尼在哪呢? 目前正在路上, 请宿主耐心等待, 而此时的女乘客还没离开, 一脸愤恨的看着我的车, 殊不知自己刚刚被耍了, 白叫了半个钟头的爹, 这样屈辱的事, 他自然是要找回厂子, 喂, 风格, 我被网约车司机欺负了, 你能不能把你那五十万的大奔开来, 我要让他看看什么叫车? 续接上提, 我要让他看看什么才叫车? 女乘客刚完电话, 只听一声噼里啪啦的轰鸣声, 向这边飞速传来, 只见一辆酷炫吊炸天的拦脱鸡牛停了下来, 而车上随即也下来一位西装革履打扮的人, 女乘客瞬间被此人迷住了, 甚至都开始引起自己当上阔太太的画面, 开着这么拉风的跑车, 还特意离得我这么近, 他肯定是想吊我, 可恶, 我这该死的魅力, 看着西装男正一步一步的朝他走来, 女人越来越激动, 女人刚要开口, 下一秒, 西装男眼皮都没抬一下, 直接从他身旁跨了过去, 就好像跨越一片垃圾, 那么简单, 女人的表情瞬间也变得僵硬, 而他的这副丑态, 自然也都被我直播间的兄弟们看到了, 笑死我了, 这普信女咋这么自恋呢, 人家开这么好的车, 能看上他啥一对A, 话说这蓝波鸡男是在找谁, 不会是找主播呢吧, 紧接着西装男来到我的跟前, 惊敲我的车窗, 先生, 您的蓝鸡伯尼到了, 我淡定的接过钥匙, 谢谢, 麻烦你了, 顿时, 我的整个直播间瞬间安静了, 也就在几秒之后, 我瞧, 不是吧, 蓝鸡伯尼竟然是星哥的, 星哥的身份终于藏不住了吗, 顶级富二代啊, 靠, 我还以为星哥和我一样是个屌丝呢, 此时, 远处的女人也在那呆若目击, 她极其不愿相信眼前的一切, 想到自己刚刚那些表现, 她一脸的惊愧和后悔, 随即她深吸一口气, 厚着脸朝我走了过来, 那个, 帅哥哥, 你有空吗? 我冷冷的瞥了她一眼, 怎么, 有事, 紧接着女人不要脸的说, 其实, 我刚刚就是想考验考验你, 想试探一下你的心性, 现在你通过了考验, 我觉得咱俩可以试试, 滚吧, 我可看不上你这种骂自己半个小时傻逼的人, 女人这时也急了, 因为她实在是不想努力了, 我知道哥哥你要求高, 但是我也不差啊, 给我点时间表现一下, 你就知道我有多好了, 见女人如此的不要face, 我的水友们直呼受不了, 这缺魂玩意, 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, 难道没人跟你说过, 你长得像琢米田公吗? 你能不能别这么自恋, 我想甘约, 说完, 女人那虚假的笑容慢慢僵硬在脸上, 而我正准备开车离开时, 一辆黑色面包车停了下来, 只见一个极不面善的家伙下了车, 当他看到我的拦机薄泥时, 脸上瞬间变成了笑脸, 一路小跑的来到我跟前, 你有事? 没事哥, 我想认识你一下, 我摇头示意, 算了, 今天有点忙, 再碰见再说吧, 男人也没有生气, 好嘞, 哥, 您慢点开汗, 也就在这时, 旁边的女人哭着走了过来, 温哥, 就是他刚侮辱我, 那人一听, 神色立马紧了起来, 怎么, 这女人你也认识啊, 男人赶忙摇头, 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怪, 我认识你吗? 哥, 我不认识她, 不认识最好, 这女人嘴很不干净, 男人一听瞬间暴露, 只见两个沙包那么大的巴掌砸了过去, 你这妖怪竟然在我哥面前犯贱,